好 各位奇友大家好 那这番棋是9月8号进行的第十届应试杯世界围棋锦标赛决赛五番棋的第三局 由黑方以利聊对战白方谢科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那双方的前两局是在上个月进行 然后这个谢科是0比2落后 这番棋可以说压力非常大 输了就直接就没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开局黑棋向小木白棋新小木 黑棋单关跳手脚白棋高挂 然后就是一个脱退令式 接下来右下点33 这边也是非常常规的一个下法 走到这的时候黑棋是脱先 先来了一个挂角 然后白棋上边逼住 这个逼住非常大 然后黑棋右下断打 白棋选择的是针 提的话就必须要出现一个截针了 如果这样打截呢 白棋能找到比较大的截材 也就在这个左上 因为这个截双方都承担着非常大的风险 所以说黑棋也会粘截 然后白棋立下去 黑棋活脚 白棋把扎一穿 黑棋再去夹击右下 当然白棋这堆残子还是有非常大的活力的 会形成一个转换 大致这个形式还是差不多 实战呢 白棋粘非常谨慎的一个定型 黑棋挺头 白棋拆 下一手棋 黑棋选择的是五路飞 四路飞的话 白棋是不怕的 因为白棋底下这个二路虎呢 肯定是一个先手 黑棋不管是提还是打 那白棋都能接下来继续飞出 实战 黑棋五路飞 白棋拆二 然后黑棋继续飞 白棋选择外边靠段 就是因为这个时候白棋真子有力 黑棋吼一个之后 白棋脚上粘先手 先把自己的这个眼位给搞好 下一手棋下出了一选 就是这手跳 可以说一直下到这 切科的这个竞技状态都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对此肯定有所研究 这个棋如果说白棋走的保守一点 就这么坚顶 虎一个去活棋 那被黑棋外围这里走一走 就给到黑棋的压力很小 反而给了黑棋右边夹击 反攻白棋的这个机会 实战白棋拼得很凶 跳一个 黑棋贴住 白棋长 黑棋打吃 白棋再跑 那这个棋呢 黑棋也不可能就这么打出来 因为打出来 棋筋就死掉了 这棋筋一死 周围的后保持差了不少 实战黑棋长 白棋拐 黑棋底下尖顶 白棋搬住 然后再下一手 黑棋选择团这个 这个团能下出来也是不简单 这个棋 那确实是棋形所在 不过这个团跟白棋长的交换 一般来说 里和外是不太啃的 为什么黑棋要着急团这个呢 就是因为你走别的 被白棋 但凡这一挤就不太舒服 挤完之后再 跳一个 你飞的话被靠 大飞的话以后 反正这个里边还有一些余味 就不是很舒服 实战黑棋团在这 团完之后 上边夹一个 白棋沾 黑棋跳出 下一手棋 白棋飞下来 封锁 黑棋外靠 白棋冲 黑棋夹住 这个棋 就是如果说黑棋断一个 搬一个 打一个 跳一个 也是可以活的 白棋冲了之后 挡下来 黑棋倒虎就行 这个活棋肯定不成问题 但实战 黑棋显然不太愿意被封得这么死 所以说选择夹 白棋搬了之后 黑棋二路搬 外边断打 连回 然后白棋打吃 之后 这个黑棋沾 白棋贴 黑棋再吼 然后白棋沾上 那就里边做活呗 黑棋打了之后 沾 白棋搬了之后 立 双方各自活棋 然后黑棋往右边 逼住 这个地方 黑棋如果飞风的话 白棋就最简单的 靠了之后 虎一个搬一个 活棋 实战 黑棋不想让白棋 就这么轻易的安定 所以说走的是逼住 那自身也就薄了一点 白棋穿向眼 黑棋飞风 白棋靠完之后 冲一个 在黑棋跳回去之后 咔嚓一段 然后黑棋打 白棋上边 反打完之后 再挺投 然后接下来 白棋右边再一靠 黑棋右边一靠 白棋上方点刺 这个点刺 是为了先手补掉 这个断点 所以说走的是刺在这 黑棋冲了之后 白棋护住 下一招棋 黑棋往底下拐头 拐头的话 白棋就继续中央出头 这个地方也是比较乱的 一个战斗 黑棋左边连回 白棋也把右边连回 那就看这两块 黑棋直接靠上来 这个下来比较凶 靠的话 就是给到白棋 足够大的压力 并且自己的出头 肯定是比这种 单独的小跳什么的 来得更为的迅速 因为你这样 必然遭到白棋封锁 靠这个 白棋长一个 黑棋再压住 但接下来白棋降到胜率 就是这个斑 还是比较过分的 这个棋稳妥起肩的话 最好是跳一个 黑棋长你再肩出去 这样这个双方 相安无事 然后白棋一边出头 一边瞄着 左下角 自己快薄起 实战 白棋 扳二字头 这个就让自己的 这个处境 更为的凶险 黑棋右边挤掉之后 直接断上去 在这儿也是一言不合 就开战了 白棋打完之后 挺头 黑棋拱住 这个拱也是下的 非常紧凑 就是一边为了 补这个断 一边为了紧 两颗子的气 从而以后 可能比如说 白棋往这儿贴 黑棋扳 这边的真子 由于白棋弃紧 也就不复存在 所以说这个地方 还是适合下的紧凑一点 之后白棋扳 扳完之后 黑棋挡 白棋打了之后 走的是里边的冲 因为你外边走的话 其实这个地方 刚才讲的 就不存在真子 撑不出去 实战白棋走的是 里边的这个冲 黑棋也就外边夹一个了 他没有去退 因为退回去的话 这里边就产生一个对杀 就是你如果说 这样沾紧气 白棋也沾长气 你外边再拐住 白棋封锁的话 他里边是有一个 这个挖完之后 扑的滚打包收的 迅速紧气 这样再贴住再紧气 黑棋四气 白棋里边五口气 那黑棋就差一气 实战黑棋是 这样去尖顶封锁 白棋里边顶了之后 挡住 黑棋再冲 白棋外边冲一个 断打一个 打吃 黑棋沾上 白棋再沾 由于外边三颗子 黑棋不走 被白棋拐打之后 再一跳加 有棋 所以说黑棋赶快 剑出去 那白棋也顾不上中间了 先往左下 逼顶 这个地方等于说 你吃掉任何一块 都是棋筋 棋筋一吃通 这个对方就要崩溃 所以说 寻找哪一块目标都行 然后白棋靠一个 黑棋搬一个 白棋反搬 就是这个棋 如果说你要是这个断的话呢 就是黑棋里边这样一靠一拐 你也不太难完全紧得住气 因为你这个扳不行 扳的话 挡住这样黑棋断了之后 直接针死 你要尖的话 被黑棋这一靠 你冲这样打双打吃 沾的话被黑棋打一双 就是底下的棋还是不太好紧 而且这四颗子可能要被反杀 所以说白棋反搬 黑棋打了之后沾上 白棋冲 然后接下来 黑棋是靠一个 之后白棋搬 黑棋沾 白棋再呼吸 其实下到这儿也是难解难分 但是接下来 这个以利辽率先出现了重大失误 就这个地方要走的话 黑棋应该单独往外面去冲一个 因为单独冲 其实这个棋 白棋也不敢直接断 直接断 有这个拐 这个拐了之后 就是左下角 这个腥位要冲出来 白棋扛不住 他如果沾的话 黑棋这儿一个跳架 也能把四颗子给夹死 就你应该 就黑棋应该直接去冲 比如说白棋外边靠 先逃跑这个 黑棋可以通过挖完之后 沾上 再沾 这个直接跑出去 这样白棋也不太好封锁 他最强手就是这个并 但并一个黑棋拐一个 他扳的话直接就冲 或者说反扳 白棋都是拦不住的 所以说这样黑棋能 长出来不少口气 然后再跟里边的白棋对杀 这个真的说不定 实战的黑棋是搬了底下 打了 然后在这儿搞 想做一个结 再冲 那这个时候白棋就可以端了 因为这个时候 你如果说在搞这个名堂 比如说这个拐一个 白棋沾你再跳架 那很明显白棋就紧气就行了 对吧 这个黑棋肯定是 就 不能 从这儿紧气 这个不如气 从这儿紧气 那黑棋肯定是 这样加不死外边四个子 就要拼底下的这个结了 所以说黑棋在底下自紧气 再重造到白棋这一段 是一个大扫 那接下来黑棋只有被迫开结 被迫开结 中间先找一个这个本身结 点一个白棋粘 黑棋再提 然后白棋底下也一个本身结 但黑棋粘 白棋再提 然后黑棋外边团 但这个就 并不算是戒菜了 白棋直接裹断消结 等你黑棋冲 白棋断 你 真死这外边四颗子的时候 你只是逃跑的这一部分 但是遭到白棋底下这一间 因为白棋消结一路有子 他这一间的话 直接把这个子 救回来 黑棋就没办法做第二只眼了 然后黑棋底下这块棋 跟白棋中间的棋对杀 也是 刚好气不够 因为这个地方不入气 这个地方不入气 都是不入气的 所以说 这样形成了一个大转换 黑棋死一条龙 然后只能打持左边 去围边控 白棋右上一瞻 黑棋并脚 那这个时候 其实对于白棋来说 已经快要拿下了 AI的胜率也是 白棋差不多98左右 非常稳 那接下来就是判断问题了 白棋如果说 这个时候能够判断清楚 左边大跳 然后双方把该围的 地方该封口的地方 全部给封住的话 这盘棋收官 白棋已经稳稳拿下 但是实战不知道 谢科是判断失误了 还是想拼得更凶一点 走的是这个尖冲 这个尖冲 黑棋肯定不可能再乖乖的爬了 因为这个烈士局 他肯定是冲反击 但白棋跳的时候 黑棋底下一提要紧气 白棋收起之后再冲 这个反而给了黑棋 薄命的这个机会 所以说这儿 谢科下的非常不明智 也不解明 然后白棋左边飞 黑棋虎一个 白棋沾 黑棋冲 白棋往底下挡 想要局部作伙 这个时候黑棋也是玩命了 搬的话 那确实白棋可以活 因为你封住的话 他这一尖 你里边打入 他靠一个 扎钉的话 白棋再钉下去 你这个搬 他断 是打不出来的 这个里边白棋可以活 所以说黑棋直接二路点 去破眼杀棋 白棋压住 黑棋扳 白棋反扳 黑棋虎一个 白棋挡住 黑棋爬回 然后接下来 白棋这个大龙不活 他只有往前长 黑棋往前飞一个分段 这就很乱了 就等于说你把 黑棋引狼入室 到这个上面的大空里边来 中间这个白棋大龙也没活 这个不确定的因素太多 然后接下来 左上角白棋跳进去 黑棋冲 白棋反冲 黑棋选择挡 黑棋也是为了 后续的出棋 可以说是大方雪 他如果扳 不舍得这里的空的话 比如说这样 白棋拐 黑棋挡 可以硬吃白棋 但这样一个弊端 就是被白棋上面冲断之后 你脚上得补 你不补的话 被白棋这一段 再一打就直接反杀 就是你必须得补 补的话 白棋上面一跳 这样他上面先补 你这个中间两颗旗筋 再往外走的话 白棋跳一跳 就把你直接吞进去 所以说这个就是黑棋 会因小失大 选择了这个 把脚给保护化 然后上面失去了一个战机 那这样的黑棋 还是不太够 所以说黑棋也是 这个可以说 以小不大 冲完之后 把这两颗子给 这个吃住 然后白棋断 黑棋拐打 损失一个脚 但是当白棋外边 再去想冲断的时候 他来不及 上面有个跳 实战白棋跳在外面 因为你跳上面也不行 跳上面这个 黑棋中间一尖一跳 你这个就冲不回去了 你再想把黑棋这样搞断 那被黑棋反手一次 白棋自身还不行 或者说挖 挖完之后粘 给你在这儿去拼气 那也搞不清楚 这个上面黑棋 到底能不能长气 实战白棋跳这个 黑棋中央断一个 进气 然后上面跳 白棋二路尖 黑棋把脚给补了 所以说白棋根本就不划算 这个棋里破黑棋左边的空 上面的潜力没了 脚上本来唾手可得的 这个空也送回去了 然后白棋二路跳回 黑棋站 白棋左边打黑棋站上 接下来 谢克出现了 也是让他 可以说 隐恨这些应试杯的 一步棋 就是这一手 二路的站 这个是一个绝对的臭棋 这个棋的话 白棋还是应该贴外边 因为上面被冲 最多鼓一点 但不至于出棋啊 这个地方 实战他站这个呢 就责远了 被黑棋这一靠 那这个肯定是不行 这一靠 首先你不能去这个后退 比如说你后退的话 你不能 这个棋可以这个 应该是退这个 应该退这个 退这个 然后贴住 仗前 可以这个 勉强撑住 但仗其实已经比较亏了 但没办法 这个是此时最好的奏法 实战白棋还要硬撑 尖这个 结果被黑棋上面 一夹出棋了 白棋拐一个 被黑棋打了之后 沾 然后白棋还不能去 补上面 因为补上面 被黑棋底下一夹 你再一沾 黑棋一顶 等你再挡住 他再一挤 就是白棋两头断脸 黑棋上面 就两边都是可以连回的 你沾右边 他就断左边 这个白棋大龙肯定死 所以说白棋只有 并这个 补中间 然后被黑棋倒护下去 这样这个 白棋肯定不行 这时候白棋右上冲 黑棋 点刺一手 白棋打破眼 黑棋右边顶了 团柱做活 白棋右上角冲断 这个黑棋都不要了 因为你如果沾的话 被白棋这个里边爬 包括有这种先手 那对于左上角 都是有问题 比如说这个地方 叮一个将来 这边断一个什么的 就右上联络没了 所以说黑棋 宁愿是拐打这个 弃掉右边的尾巴 之后白棋打了之后 吃回去 因为左上角还不活 这个地方还必须得补 黑棋再把右边补回去 之后白棋左边顶 连回 黑棋右边 虎一个 顶一个 尖一个 那这个时候 其实白棋已经非常难了 就是你如果说 粘中间 首先先不说是单关联络 这样被这个 黑棋右上角 再一刮 我们可以发现 整条白棋巨龙 其实还没有完全活干净 这个棋 这个还是有一定危险的 而且这样空也不太够 实战白棋冒险 去双左边 但这个肯定是个后手 你把这个尾巴连回 遭到黑棋中央 这一冲断 你再冲左边 黑棋脚上一提 你再把这个 左边五颗子拿下 这个已经是在找头场 被黑棋右边这一顶 大龙直接奋死 白棋冲黑棋一飞 这个看得非常清楚 因为白棋冲过来没用 冲过来被黑棋一沾 对吧 你再搬一个 再尖顶 这个都是不行的 黑棋可以挤一个 长一个 然后再比如说这个渡过 那这个看得非常清楚 白棋只有右边一只后手眼 就只能投 那这一盘棋的话 谢可也是 下的可能说大半盘好棋 然后后面这个判断 先是判断失误 没有选择解明收官 左边非要这个搞进去之后 上面越来越薄 然后 这个当黑棋靠出之后 出现了一个 低级失误 也不算低级失误吧 这个就是计算上的失误 然后被黑棋放进来之后 白棋后面空已经不太够了 最终选择玉碎 这个大龙被杀 那这个谢可 这盘棋确实后边还是 后半盘不太发挥啊 从这次 应试杯决赛的三盘棋 看来谢可这个 确实在这个大赛上面 心态是有严重问题的 那既然说能两届 应试杯都闯到决赛 实力上肯定是没有问题 而且普通来价的话 实力肯定也是在一力量之上 但这个却是大赛的这个 心态 这个需要好好的去调整 不然的话 这样的话 这个棋就堪忧 好 那这盘棋 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到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